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鬼片对吧 我会觉得就是挺无聊的 你要坐在这儿 你要坐在里面 然后当时就昨夜哥跟你嘛 林杰就是 林杰的表现就是 我是主持人 本期是我主持 你主持人 她每次看鬼片的都是这样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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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来个头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就每次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 那我们一块看个视频好不好 我们哪来的手机 姐姐的手机 最后这个对吧 智商在这环节很重要 好 来了 不错吧各位 你还差一点人在哪 我要过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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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站给我豐富一点 先气壳 这什么歌 小朋友 耳鸣老棒 现在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我们的折骨计划 你就要化眼泪 就是流下来那种眼泪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一下藏身的地方 第一个人就是以前 很希腊林杰是什么样的表演 因为从这儿看 看过去是没有任何异样 对不对 看不出来 还好吧 精彩 精彩 你觉得这次是惊吓的吗 体验怎么样的 体验 刚刚看了还不够明显吗 就淡淡无情 有意思真有意思 说实话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你主要刚刚那个视频 我没投入 于是我就很淡灵 哇 我们可不可以叫乔少年假 商量一下 就是怎么能让姐姐确实能他出来吓到人 那哪个灯效是最吓人的 我来看看 你直接去关那个我们这个氛围的 下一位纯白的少年 来吧 有请下一位少年 今天我是那个主持人 来来来 出来坐这儿 你要坐到这儿 要坐这儿 镜头在那儿 你上个什么城 今天呢 讲一下 你在这一段时间训练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那没意思 我们讲一些 你觉得想一件暴影没得量 或者暴影大家不知道 一定要在这个框框里面 这样麦才会说到什么 框框里面 你要听哪种 听一下那种怪癖之类的 你先拿一个 怪癖啊 詹世伟呢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 是比较可可爱爱的 但是他每次睡觉的时候 特别像一个安详的老人 嗯 哦 是就是这样 好吧 你这个不好笑 我们决定给你看一个 我们少年营业中 一个很搞笑的一个视频 干嘛 你们那干嘛 这个partum 我觉得你不搞笑 你讲什么不搞笑 别害我们的前辈们拍 你还能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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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os 这个鸡蝶 像鸡蝶 你还 TD 他真的起来了 他真的肌皮疙瘩都起来了 好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 今天我们真正的任务 寻找本期最大胆人 好 显然哥哥你不是啊 我现在有点耳鸣 你这手机吓了一下 我以为 他都穿越过了 神志不清了 已经 所以你们俩刚刚才是故意不让我过去的 过来 过来 不要 我来分配一下 你搬个影子住过来 你挺会的 可以吗 接下来有请Begga 音音Vocal Juan 射位置好 射位置好 射射 不不不 你要做得出来 没有进过 太乱了吧 暴力给你的大量 对 可以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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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抱一个 我昨天才知道的料 这个也有点人设崩塌 因为呢 大家对他的这个形象呢 都是一个小可爱 颜值非常高 你们先猜猜看 我昨天没见你啊 然后呢 但是他听说私底下就是 不太爱洗澡 你说是 这位弟弟我真的抱歉 我抱着他这么大一个量 但这个对要退出 应该够大了吧 还可爱 你说他在现场吗 他不在啊 现场不就咱们 咱们四个人 对啊 我就说不是我 能超玩 Bingo 这个还行 嗯 这个还行吧 那我们给你看个更搞笑的 我们少年音乐中自己产出了一个视频 我们也要 你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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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谁啊 哎 其实他看好一点了 我三眼姐姐啊 啊 导演姐姐 真的没有感觉 没有拖了 完全没有 我比他好奇我们见过吗 后来见过 真的认不出来 好了 他很热 咱们开始 还是这样流程 那俊恩哥 你 你这样一种比较自然的去靠坐在那里 他会相信一个环境是安全的 有请 玫瑰小年 坐这儿 坐这儿 要坐这儿 今天我是MC 我今天的任务是 让你们每个人进来的人 都讲出一些非常有料的 每人都知道的 是东西去的 尽量别有趣我觉得 这有料吧 有料 你一定要讲出很厉害的东西 那我就抱施伟的吧 施伟的吧 施伟平时来我房间都干些啥 施伟说 行 你们房间吃的不好吃 然后经常来我房间趁吃的 他觉得我买的零食好吃 好了 你说了一点都不好笑 所以我们给你看一下我们 上午夜夜夜中产出的什么 这就是要你请一下他们搞的 看得过吗 学鸡叫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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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主要是那个他出崴的那一瞬间 他没有看镜头 你知道吗 他就啊 看到他没人回落 医生 谁拿个鹅跑出来了 不是我们选手吧 不是啊 是刚刚爬进来的 天哪那画面好恐怖啊 诶 有没有吓醒了 不会啊 我先心魂未尽 他的反应跟紫星哥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紫星哥是什么 紫星哥是 原来刚才跟我说这么多原因 只是做铺垫是吗 当然铺垫 本期的 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最后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 睡前的温馨的小故事 帮助大家睡眠 从前 有一个起乘车司机 深夜经过一个荒凉的大厦 看到路边有一个小姐姐招手 于是他就停下来 让他上车了 小姐姐坐上车以后 一直都没有说话 过来一会儿 司机往后视镜一看 只有一个一人高的洋娃娃坐在后座 司机回家以后啊 就大病了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司机又回到了车行 同事告诉他 收到了一个投诉 有一个小姐姐过来投诉你 他上次要坐你的车 结果他才刚刚把洋娃娃丢在后座 你就开走了 有没有被我吓到呀 晚安 祝你们要睡的好吗 宿舍未熄灯 最后一期 请找到四位少年带上他们的应援物 他的名字叫 我的应援物 一个车 这真的有点帅 感谢 送我一种名义 反馈一下支持我们的人 给他们做一个应援上 有时候做东西不是在你做的不好 去跟你的心意 这个心意观众是谁呢 没知道我的三个 自己动起手来就真的发现好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